我建议就是如果你做错的话 有的时候真的重来比较快 因为我这是一个习惯动作 因为后面如果要串什么东西的话 第一个步骤 所以习惯就是会先把这一串 不包含第一个N马把它复制 那复制之后特别注意 就是要end双引号两个 意思就是说把那个东西放在后面 那因为如果你公司要跟一个文字串在一起的话 一定要这样的方法 这个是基本规则 所以你要可能要慢慢习惯 因为做手轮慢慢就觉得好像很习惯 然后打个勾之后 这样子就出现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这个地方 把这个东西放过来 放的方法 我的习惯是先复制这一串公式 记得不要少也不要多 就刚刚好复制对的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 记得哦 切上之前就是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那为什么双引号两个 因为先把一个完整字串 变成两个字串 所以基本上它本来是一个连续的 那我只是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的话 它就变成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了 那如果你中间要放公司进来的话 你不能直接放哦 你一定要用这个连接符号 跟它串 这样才OK 这个是规则 OK 所以如果你这个规则习惯之后的话 那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要管什么 理解那么多 你刚刚就记口诀嘛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 两个 再把公司贴上 这样应该 再把公司里面的这个改一下 如果没有错应该就对 你马上就OK啦 八个月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 两个 再移到中间再贴一下 那这边再改MD 应该只要照着这样的一个流程 基本上不会错OK 好 再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VBA怎么做 那我刚刚讲过 因为Dative有无可取代的一个角色 因为VBA虽然也有类似的 计算日期的那些函数 可是还是没有Dative的好用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贴到这边来 然后变成暗扭 所以基本上我的做法是 一 做一个年龄清除 二 把它丢过来 那做法我想前面讲过蛮多的 所以我们大概比较快的 把它弄一下 一 切到VBA 二的话就是 在模组这边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先做一个年龄清除 清除的部分的话 假设这个年龄先不要 年龄清除先做好了 然后就是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15列到第19列 好没有 for i 等于15到19 这个数字填上去啦 未来让你可以向下追踪 怎么追踪 我想自己再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再来的话把哪一栏给清除呢 把 h 栏的 i 列给清除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后面 我们把这一栏清掉 所以执行这边就清空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做一个那个输出年龄 所以我在复制到上面好了 这边叫年龄 ok 那里面的话就丢公式 丢哪个公式 丢这个公式 所以丢公式我前面讲过 一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二呢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双 刚好有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贴到那个 我们电脑里面的那个 所谓的记事本里面 记事本的话呢 它是放在那个 windows 里面的那个 叫附属应用程式吧 里面找一下 有点 稍微找记事本 ok 然后把记本打开 贴上 编辑取代一下 双引号里面 一个变两个 ok 好取代一下 好这样第一步ok的 然后把它复制 复制一下 非常长 复制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几件 第二个动作就是 里面有没有要变的那个列 15 所以你点一下下一个 你会发现 这两个切一下 你就知道说有哪几个数字改变 1 2 3 这个改i就可以了 怎么做呢 基本上 就切过来 然后把这个公式贴上 记得就贴到清除这个里面 再来的话呢 把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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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变i 那做法 你也 反正我套公式嘛 双引号两个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就可以了 然后呢 and这个要加空白 并且 可以把这一串 复制 贴到这个15 贴上 再贴到这个15 贴上 这样就大功告成 其实只要做对一次就OK了 就怕说你那个动作少一个多一个都不要 反正如果实在实在不行 你把影片重看过 然后照着做 我看多做几遍应该以后你也不会做错了 那最后的话就有一个问题 怎么了 这个公式太冗长 跑到这边来 所以我前面好像讲过吧 你可以在 and符号的后面空白 加一个底线 再加一个enter 这样就可以enter 你不能随便enter 这个有讲过吧 OK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你的公式不会太冗长 或者的话有时候要拉一拉去 其实不方便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做两个按钮 按下它 清除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 用那个什么呢 除尘格里面 丢公式进来 这一招真的太好用了 OK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你要一键完成报表 反正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 一键按下去 啪啪啪啪 全部都搞定了 那有些不会写 你VBA暂时不会写也没关系 就是丢公式 但是这个只是 第二阶段 可能你第二阶段 你未来要更上一层楼 你还是要想一想 如果可以再用VBA 取代这个公式的话 那会更好 不过如果说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到 没有关系 你至少你VBA已经可以run了 OK 这一招 那这一招的话可能要熟练 而且也不难记 两个地方 什么呢 双引号变两个 然后呢 这个列号变成I 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我们已经做了N片了 所以 尽量要熟练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很多地方的话都可以这样 像我刚刚讲过年历有没有 也可以一键完成 靠的是什么呢 全部都丢公式就好了 就全部一键就可以完成 我们一整年的年历 而且这个年历是活的 不像以前是死的 死的什么 就是说你今天要改 你要从头再改 然后从头再去下一次公式 然后重新又再把它产生出来 感觉有点一个 如果用VBA真的太快了 效率整个就提升起来了 那其实当然会写程式危险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那你时间会多很多出来 你会慢慢发现 你会从那个土法链钢的 整个被时间被卡在那边 突然挤出很多时间出来 那你就会做更多事情 而且甚至你可以多去想一些 能够让你的工作变更好的一些 相关事情 比较可以得到一个正向循环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把刚刚的那个Dedif 来输出 然后并且把它变VBA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